耻辱 莫大的耻辱 现在的直播平台一片混乱 淫秽 色情 虚假 暴力 离禁固执 低俗无堪 就在前几天 一名95号女孩 伙同另外两名女主播 竟然直播色情表演 什么时候 为了不同弱 在微信群里二次贩卖 月入数十万呢 最终被警察抓获 朋友们 95号 年仅21岁的 被保养了吗 本该在象牙塔内 学习知识的年龄 好像是打游戏的年龄吧 为了成为所谓的网红 断送了自己的未来 令人痛心疾首啊 我的锅门头 快要离开了 直播更衣 直播洗澡 直播睡觉 甚至直播造人啊 糟糟啊 老司机呆呆我 车类事件 履禁固执 是什么诱惑 让他们银而走险 是利益 一些虚假的产品 虚假的数据 虚假的繁荣 能忽悠到傻逼就行啊 网红经纪公司 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 火通直播平台 低价购买礼物 跑车 油轮 小黄罐 大把大把的送 创造着一个个 跃入十万百万的神话 有本事你也刷啊 no time no bb 然后再从直播平台返现 一分钱不花 一个个所谓的网红 就造起来啊 哎呀呀呀呀 忽悠 忽悠 假的忽悠 大量的年轻人 看到他们成功的表象 纷纷涌入 购买推荐位置 刷流量 刷机器人 开始了自我的高潮啊 非但不挣钱 反而扔进去大把大把的钱啊 我靠 不是吧 有钱 任性 那些粉丝数量 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网红们 又在做什么呢 帮主啊 是真的 他们都在直播造人呢 大部分的业面 充斥着三无面膜 三无减肥药 三无壮阳产品 说的就是你 野气四郎 三无保健体 呦 吃不死 玉米糊做的 各种三无 各种忽悠人的理财产品 各种在国内生产的 韩国代购 日本代购 广东生产 美国代购 福建产的 这样的产品 放心嘛 有保证嘛 靠谱嘛 没关系 看到一个是一个 网红能活几年呢 能变现及时变现哦 陈旭 热了动物园了 哥 你这可是 好 这样满意的吧 而他们的观众是什么样的人 90后 00后 一群学生未成年 他们哪里有明电真假的能力 你说谁呢 这些虚假广告 虚假代言 什么电钻吃玉米 你死定了 吃灯泡 有点大 吃火线啊 这些低俗危险的举动 究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你们想过吗 我也成为所谓的网红 放弃自己的良知 值得吗 没错 我就是不宜相貌惊天下 就以才华动视人的一封之音